胡金秋和王哲林的挡拆对比差距有多大 可以看到王哲林的执行力极强 主打是一个人情事故 第一下王哲林先来了个假挡 然后回到进攻位开始假装要求抢打 看到胡明轩打不了 无奈的大王这次来了个真挡拆 不过这次大王可能也是急于进攻 他没挡完拆就跑到篮下又准备进攻 可以看到胡明轩在中阶不进时 王哲林在篮下奋力抢到二次篮板 然后来了个跳舞式进攻 王哲林这波操作既执行了战术 还刷了个前场篮板 可谓是一剑双雕 不仅是进攻挡拆 在防守挡拆时 王哲林也堪称教科书级别 在对手的一个挡拆换人后 对方的小后卫在罚球附近一个虚晃 差点把王哲林晃到三秒去 最终王哲林也以迪迦的姿势 结束了这次完命的防守 通过这球可以看出 王哲林虽然被晃飞两米 但他坚持防守的精神有多拼 这样的王哲林也和乔帅的防守理念 不谋而合 在篮下 王哲林的补篮也是教科书级别 在面对近在咫尺的补篮时 王哲林没有用扣篮记录对手 而是用了一个巧妙的点篮 这样的进攻既可以节省体力 也可以坚决贯彻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原则 但可惜的是 这球居然没进 就是这样的友好进攻 周琦在场下看闪了眼 乔帅在替补席抱着头翻跟头 就连对手都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世界杯级别的比赛 看完王哲林 再来看看胡金秋的进攻 可以看到胡金秋的挡拆 只能用过于简单来形容 你们看 他和赵棋伟在湖顶 只用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配合 就打进了皮球 这和乔帅赛前设计的几十套战术 完全不在一个频道 在篮下 胡金秋也是不讲武德 他不仅面对三人打进二加一 他还面对对手上演了暴力补扣 王哲林和周琦在场下也是四目相视 因为这两位球员 曾在赛前进行过大量上篮和勾手练习 他们都没想到 胡金秋居然在今年夏天偷偷苦练了扣篮 再后 胡金秋满脸欣慰地参加采访和MVP颁奖 而王哲林依然咬牙切齿 满脸不干 原来我们的王哲林 才是中国南篮最努力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